動態人臉識別就是將攝像機實施拍攝的影像 與檔案資料對比 用以定位某些被監控的人群 英國劍橋大學安全技術教授漢德森認為 英國警務學院的指南忽略了一些爭議的問題 包括通過多個攝像頭跟蹤一個人的同時 與目標在一起的無關人群可能會被追蹤 只因為他們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 而英國警務學院表示 這類問題超出了指南的範圍 人臉識別技術主要都來源於中國的公司 中共政權正在利用這些技術 在他們的制度下迫害少數民族和持不同政見者 例如維吾爾族、穆斯林和法輪功修煉者 漢德森表示 應該徹底禁止公眾使用活體面部識別 因為即使英國正在禁止嚴重違規的中國公司 非中國公司也會開發這類技術提供給英國警方 新唐人記者 徐哲 林明迪 綜合報導 選擇 一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